大家好,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收听今天的分享 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 这些事情要谨记 尤其是女生,出门在外 难免会碰到一些无助和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女生,在不可能随时随地都有人陪伴的情况下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些事情一定要谨记 外出聚会不要喝太多 离开了视线的饮料不要喝 面对高兴的场合 控制不住自己很正常 但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不能保证有可信任的人送你回家的情况下 不要喝太多 靠人不如靠己 保护好自己才是真理 其次,在外就餐时 离开了视线的饮料不要喝 因为你不会知道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内 你的饮料里会掺杂些什么 社会就是这样复杂 如果你不能改变 就小心地保护好自己 保管好你的钥匙 习惯了在宿舍在家时随意放钥匙 出门在外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 收好自己的钥匙 一旦他离开了你的视线 就有可能被别人踏印 让你身处于危险之中 哪怕是在办公室里都是熟人的情况下也一样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强出头 打抱不平没有错 但如果你也不确定自己能否承担起后果 还是要把这份热心咽下 你可以找人帮忙 人多力量大 有时候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承担的 在你不能确定结果之前 请保护好自己 这不是自私 不要和陌生异性一起合租 多便宜都不行 刚毕业步入社会 我们都需要去适应刚开始的拮据的生活 所以我们也总是想着能省就省 选择和别人合租 但千万要记得 不要和陌生的异性合租 这相当于你把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埋在了自己的身边 不知道它会不会给你带来危险 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 拒绝和陌生异性合租 现实生活里没有那么多的浪漫故事 不要被偶像剧所谓浪漫合租情节洗脑 非正规场合带回来的东西 要仔细检查 出门在外 保持警惕总是没有错的 面对不明来物 一定要仔细检查清楚 再带回家 例如不是正规大商场带回来的东西 而是马路边大促销送的 礼物或是陌生人扫码赠送的东西 一定要检查 那些不法分子也许会通过赠送的礼物 来安装各种摄像头 窃听器来盗取个人信息 一旦你失去警惕 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损失 所以多一份警惕 就多一份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